塔利班上台之后对外承诺很多 除了人权之外 当然还包含了两性平等 但是始终没有实现 因为很多的女子学校关闭长达半年的时间 现在为了争取国际经济援助 以及国际贸易的权利 塔利班宣布将在三月下旬的时候 重新开放高等女子学校 让女孩们都能够拥有受教的权利 新的一年不知道